Hello各位B站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不知道各位没有更新最新的bilibili客户端呢 新客户端呢新加入了一个功能素质三连 只要长按点赞键就可以实行投币收藏点赞素质三连哦 喜欢视频呢不嫌麻烦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新功能 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 大家好我是神奇海螺 欢迎收看这期的视频 首先先跟大家说一声万圣节快乐 然后呢其实万圣节的视频 我纠结构思了很久 本来想说出去日本色谷这边的话还是比较热闹的万圣节 各种装扮cosplay啊什么的 本来想说出去录个vlog啊给大家看看日本的万圣节的一个范围啊 但是色谷人真是太多了 像昨天还有很多大牌明星啊周杰伦都有来涩谷 那我想31号我在出门会不会很危险 晚上可能都回不来 而且视频剪辑的话都不能够保证能够今天能够投稿上传 所以呢今天还是做一个比较普通的开箱 那既然是万圣节呢在这个比较普通的开箱之上呢我想再加这么一点点万圣节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呢就像你们片头看的那样 稍微来点恐怖的氛围啊稍微恐怖一点 恐怖的时尚单品开箱 那今天给大家开箱东西呢主要有两个 一个的话是这件T恤啊 一说的T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没错就是蝶雪双雄和Zerreen的联名亭 这里要配上恐怖的BGM 那这件T呢想必各位已经看到朋友圈刷屏什么都刷爆了 包括各大公众号啊时尚潮流媒体的一个报道啊 这次的T真的是非常火 有多火呢相当于开季的麦当娜人物T 要知道它只是一个小的联名啊 能够有这么火的一个现象之的表现呢 因为蝶雪双雄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经典 蝶雪双雄呢是由吴宇森导演的啊 周润发李休闲主演的一部十分经典的港片 堪称是暴力美学的一个典范 吹了这么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呢 反正海洛我是真的没有看过 不过我打算回头去补一下这部 号称港片的经典之作 各位也可以赶紧补一下啦 那简单说一下这件T的一个细节啊 正面的话胸口这边有一个硕大的一个电影 蝶雪双雄电影中的截图 然后呢在他的T恤的右下角呢图案的右下角呢 有一个Supreme的小的一个黑色的box logo 然后整件T背面的话还有一个电影的台词啊 不过是英文版的 In our profession We shouldn't trust anyone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 红色的电影的 英文版的一个片名 The Killer 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件 Supreme的联名T 但是因为蝶雪双雄这部电影实在是太经典了 所以呢就被 捧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这件T的呢发售价是7000日元加税 7000日元加税呢差不多 我到手的话也就400多 500不到这样 但是这边T呢已经被炒到了大概1200多 1300多的一个价位 但是就像大家看到食物那样 真的非常的好看真的 然后这次T的颜色也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最火的呢还是黑白两个颜色 然后还有这次送的贴纸啊 BOX LOGO 那个蝶雪双雄的电影的BOX LOGO贴纸 因为网上买的话不一定会送 所以我真的很忐忑 嗯 一个BOX LOGO 还有它的这个 这次联名的一个BOX LOGO的贴纸 感谢Supreme 感谢Supreme 看完了Supreme的开箱呢 最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玩意儿 这呢是我最近种草的 neighborhood的一件 外套 真的是最近种草 最近刚刚上架 然后我就在上架的当天 立刻就把它给购入 然后我拆封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天呐 为什么这次包装包得这么的严实 这打开之后呢就是一个 neighborhood的一个网络的购物的清单 在这个小信封里面 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 天呐 天呐 这包的也太严实了 这么大个纸伤 然后 neighborhood的一个标准的纸带 OK 那就让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这就是我这次买的neighborhood的一件 一件 嗯 喔 也算是一件比较长款的一件衬衫外套吧 發 Want to make a gift 有点 Hur 点 hairdo pew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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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叩叮叮 就是这么一件 也算是 不算是特別姚立榮的姚立榮吧 的一件長款的襯衫外套 它其實是比較薄的 像襯衫一樣 但是我覺得它應該能算是一個外套吧 很多人要問了 為什麼又是姚立榮 其實我覺得今天姚立榮真的很火 各位有沒有發現 然後長款外套 是有考慮到可以做一個秋冬的搭配 我才入的 這次我買的是Elma 因為我考慮到之後 可能冬天要在裡面穿衛衣 所以還是買的大一點比較好 然後這件外套本身 真的沒有太大的一個logo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neighborhood的標是在衣服裡面 那外面的話沒有任何的logo 基本上 然後就是胸前含有特色的兩個白色的口袋 然後其他的話全是黑色的 就是這麼一件非常簡單 非常簡略的一個外套 那這件外套發售的時候呢 分為白色和黑色兩種 那白色的話我個人覺得做外套來說 還是太容易髒了 那我就選擇了黑色 然後冬天的話呢 一身黑呢 也是非常的有高階范 正好今天是萬聖節 所以呢等會我上升效果的時候就來一身 all black 一身黑給大家看一下萬聖節 如果我出街的話我應該會這麼穿 那整體這件衣服呢 摸上去的質感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舒服的 它的姚立榮這一粒一粒的小粒粒呢 我覺得如果能夠換上 真的是一個絕配喔 那這款襯衫的售價呢 是31,320日元 大概也就2000人民幣吧 我知道對於學生黨來說 算是比較高的了 那如果有日本代購的朋友呢 可以去代購一下 如果覺得太貴的朋友呢 可以選擇一下 優衣庫的長款封衣 同樣可以做一個 秋冬的一個搭配 OK 今天萬聖節特別版的開箱 就到這裡 喜歡視頻的朋友 千萬別點贊 收藏 投票 閉嘴 關注我的B站 關注我的微博 我是神奇海羅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吧 掰掰